为了协助台湾青年与国际接轨 推展文化交流 外交部促成由泰亚族原住民组成的 欧开合唱团到东南亚巡演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等国 除了表演之外 并和当地音乐团体进行交流 我们一起来为生活青年族群 喜爱的人生乐团 欧开合唱团东南亚巡演 拉开序幕 因为我们之前到东南亚演出的时候 比较少跟当地的团体交流 那这一次非常特别是 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演出 都有安排到交流 那除了是包含他们的 古典音乐系的合唱团 还有他们的阿卡佩拉人生 现代人生乐团 还有他们的其他的音乐团体 那我们觉得这一次也是 一个很棒的交流的机会 欧开合唱团以阿卡佩拉 无伴奏合唱的音乐形式 融合现代 爵士及原住民等元素 独特的演唱风格 美妙动人的和声旋律 广受国内外民众喜爱 欧开合唱团执行长也表示 这次巡演会有不少台湾的 经典流行歌曲和民歌时期作品 以及原住民古调 民谣等 甚至是熟悉的英文经典歌曲 表演曲目丰富多元 创新独特的表演形式 深具流行与时代感 在外交部的协助下 透过欧开合唱团的国际巡演 推广台湾的软实力 把宝岛孕育的好声音 传遍世界各地